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家的豆柴一窝生了5只,而且还是第一次出生 走,随着我镜头咱去看看,那不饿小狗长什么样 刚才我给这一只母犬,也就是豆柴,给它量了一下煎糕 它的煎糕也就是在30左右,我这一炸是20多点 它的煎糕也就是30左右,正二八九的标准的豆柴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窝生了5只 这也算是豆柴里面创了一个记录,你看一窝生了5只 挡着了,让大家看一下,五只小崽子,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 你看,你看这五只,照顾的特别的好吃,特别肥 来,我拿一只让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一只 这一只呢,是,哎,是个小宫,小宫子啊 你看它的品相,它是属于一个镜脸的,脸白白镜镜的 哎呀呀呀,你看拿在手里还咋哈哈呢啊 是不是还知道卖萌呢啊 它呢,是一个镜脸的脸,特别的白镜 而且呢,你看它的毛色,是发红,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哈 你看拿在手里之后,果妈妈一直盯着啊 它的母性呢,非常好,你看把小狗照顾的,特别的肥 你看第二只,这是第二只,第二只呢,它,哎呦呦,拿在手里提起来的发哈,嗷嗷直叫 你看它,它的话,它的嘴巴就是有点黑,但是呢,成年之后,会,会变成这个赤红色 也有可能就是,等到满月的时候,这个已经,黑色会已经,退掉了哈 你看,这是,第二只,来看看,其他的这三只哈 这一只,这一只也不错,你看头板,头板特别的大 而且呢,毛色,等到时候会变成赤红色 还有这两只,让大家看一下,整体来说呢,这一屋啊,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这一屋还有一个精灵,这个呢,有点黑 这个呢,有点黑,等到满月的时候,都已经退变完了哈 你看,拿在手里,拿了哈,特别的毛 你看,是不是,还挺舌头哈 整体来说,这一屋,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哈 你看,录像,一直盯着我哈,一直盯着我 说明他的母性非常好,照顾小果哈,照顾得特别细心 整体来说呢,这豆柴一窝生五只,特别的意外哈 那完了,出的小果呢,品质大家也看到了,特别好,特别的满意 行了,今天的视频咱就分享到这,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